會吵 會吵架 南門市場正式開幕 來朝聖的民眾卻怒氣沖沖 因為沒搶到限量福袋 和工作人員吵起來 各人早上六七點 就自備椅子來排隊 住四十幾年怎麼會不喜歡 可是就是人手太少啦 不夠啦 所以發得太慢 這邊排著 然後又卡發的時間他上去 那時間到他又下來 上百位民眾排成長長人籠 實際開箱限量兩百份的福袋 可以看到裡面裝著劉業瑜 和各式名攤熟食 包含福州粽 包子 蘿蔔絲餅 價值兩百元以上 只賣五十元 更免費發送百張開幕紀念悠遊卡 難怪沒想到的民眾 會大動肝火 不過南門市場開幕 問題還沒完 而我們時間來測試手機訊號 可以發現靠近二樓的電幅梯處 手機訊號還差不多有四五格 不過越往邊邊走 就會發現訊號越來越少 大概會只剩兩三格左右 就像進入斑木達三角洲 市場二樓百貨鋪 手機訊號常常不穩 行動支付更有障礙 讓業者好頭痛 講一講這個斷線沒有 也有兩邊 那邊比較沒辦法 真的不太好 就是有時候 因為現在不是鼓勵多元支付 多元支付的話 你讓變成客戶進來 他沒帶現金的話就完蛋了 所以我已經要求市場處即刻的 邀三大的電信業者來進行會刊 而且他們馬上也提出了 臨時改善的方案 我也要求市場處在十二月 要進行永久性的改善 市場處表示部分區塊 搜尋不良 以請電信公司趕緊處理 就判可以讓業者經營更順利 民眾逛起來也更方便 TVBS新聞想留宣 台北什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